網上大家都在問 台積電到底怎麼了 台積電大家都虧多少錢 目前網上最熱門的話題 說來說去 我稍後再請教蔡委員 其實就是地緣政治的風險 翻成白話文 就是臺灣可能要打仗了 對不對 那說實話這個外資還會投資嗎 這個這個想把這個台積電 移到這個美國 或是移到哪裡 那請教一下 台積電的戰略價值呢 那我們看到有這個 美希的外資力排 眾議認為台積電 跌出了價值 我認為是跌出了價值 我給大家分批看一下 所謂的我剛剛說 全世界在唱衰 臺灣的半導體 不只唱衰台積電 唱衰整個臺灣的晶片產業 英國的金融時報 就說台積電的文章說 以這個寫一個題目 臺灣政府跟台積電 都希望重心留在臺灣本土 但是美方從戰略上 要減少美國對臺灣的依賴 所以晶片製造 轉離臺灣 將成為必然的趨勢 有沒有 這邊報導漏漏等很長一段 但結論就是 晶片製造 我們臺灣的強項 但是你們保不住了 轉離臺灣成為必然的趨勢 然後台積電當然不想 認為美國從政 美國本土晶片製造是失敗 這點張忠謀之前講過 但是台積電 我們看到這個談話出來之後 台積電ADR 盤中一度重挫了 百分之六 然後這個也是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就說 英美政府都希望在這個半導體產業 是個戰略的產業 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在這方面很強 那臺灣 希望把臺灣的更多 臺積電的生產線移到美國 但臺灣方面還在抗拒 還在抗拒 意思是怎樣 意思是英國美國叫我們去 我們就要去 是這個概念嗎 然後你再看這個 英特爾的執行長 他說什麼呢 他說 美國需要更多的晶片 所以要把這個亞洲 帶回美國跟歐洲 那臺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上 扮演關鍵角色 不過 臺灣 岌岌可危 看到沒有 所有的報導 大家這兩天關注 你上網去打這個 比方說打關鍵字 打台積電 打投資等等 你就會看到各家媒體 沒有一家看好 委員 我再補充一下 政治因素除了 我剛剛講的案子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現在已經沒有打仗的問題 考慮的話 美國不准台積電接大陸的訂單 包括現在大陸有很強的 那種做GPU AI的晶片的 所謂的BRAM公司 下單給台積電 台積電都不敢接 那我在這裡跟大家解釋一下 台積電 它無法閃的一個問題 什麼叫無法閃的問題 大陸的訂單 平均的利潤 比美國的訂單高兩成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接大陸的訂單 同樣的產能 你會賺更多 接美國的訂單 同樣的產能 你會少賺兩成的利潤 不是總價 是利潤少賺兩成 那現在沒有了大陸的訂單 美國不准台積電接大陸的訂單 就造成的結果是 美國的廠商也有更談判的籌碼 會使得台積電的利潤 進一步的壓縮 所以台積電即使訂單還夠 台積電即使利潤還有 但是因為排斥掉了大陸的訂單以後 它也沒有辦法對美國訂單抬價 而且要被美國砍價 那利潤還要縮小 那這個台積電當然會講得不清不楚 也不會跟大家承認 也不會跟他否認 那結果問題來了 從台積電的行動都看得出來 台積電去年的資本支出 就是我蓋新工廠買新設備的錢 花多少錢 花了300億美金 它去年一再講了 它規劃要做什麼 今年度的總資本支出 要高達460億美金 整整增加了快50% 那請問你呢 到今天結果呢 它修正到什麼程度呢 它今天是整整說 我大概只 資本支出只增加到380億 什麼意思 我不願意再擴廠了 然後衍生下來結果 就傳出風聲 我高雄7奈米的廠我不蓋了 對停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表示說 台積電內心也有數 我現在的產能 訂單滿載 沒有錯 可是現在訂單滿載的利潤 跟去年的利潤不能比了 第二個 明後年呢 我看不到展望 我不敢再什麼呀 擴廠了 所以呢 雖然我能然有這麼多的資本支出 我跟大家解釋 因為每一個這種高科技廠 每一年都有折舊 每一年都有折損 要不斷的換設備 不斷的更新 蓋新廠去擴大 都要的 所以去年才300億支出 那預計 它已經都要宣布 今年是460億 就到現在縮小了 380億 那好 請問各位 台積電沒有心理有數嗎 表示前景不好了吧 那我判斷 這樣下來的話 一定很多外資會陸陸續賣台積電嘛 對 那賣的結果的話 我估價跌破400是正常的嘛 那很多人問得說 蔡總元現在可不可以進場 我不是股市分析師 我是經濟學家 我都經濟學家的觀念模式告訴你 我認為到350你都不可以買 350都不能買 因為什麼這些政治經濟因素 還在不穩定還在發展中啊 我怎麼知道美國下一刀是什麼 是啊 我完全不曉得啊 請問一下現在有人能夠告訴我說 美國政府 晶片法案還有chip4在弄下去的話 對台積電要求 哪些訂單不能接會嚴格到什麼程度 你永遠不知道 這是最大的風險 第二個 歐洲市場 是一個晶片市場很大的市場 你當然晶片市場不能依賴非洲嘛 對不對 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歐洲的經濟比我想像還要差耶 本來我們大概估計歐洲經濟衰退 衝臥膨脹大概是 大概很快就會解決了 現在看不到前景 那請問你 你要不要保守一點 所以我是很客觀像醫生在病人看病 我說你有高血壓 你有糖尿病 你有這個什麼什麼毛病 我指出你有毛病 你竟然來罵我說 我看衰你健康 這是沒道理的事情嘛 你只是比較早看衰 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衰 他們是跟在我尾巴後面 但是他們有些報導 心裡面是有點不懷好意 什麼叫不懷好意 他講的有點偏了 講有點偏了 比如說科技能戰 你科技能戰 中國跟美國打 跟我台灣什麼關係 為什麼要把我拖下來 那只是因為你 你有很大的權力 控制台積電的設備 台積電不能不聽你的 因為台積電 兼載的很多的設備 不是跟美國的applied material買 就是跟美國的誰買 就是跟日本誰買 那他掐住你的脖子嘛 所以你不能接大陸的訂單嘛 你直接大陸訂單 只能接它成熟自成 賺不了錢的東西嘛 可是那還是維持一定的利潤 因為設備還沒用完嘛 還在嘛 那所以你看金融時報都很偏頗 就想怎麼不幫台院講點公道話呢 讓我最生氣的是民進黨政府 包括王美花 我要是財政部長 我找跳腳跟美國人對幹嘛 馬上找AIT找美國人 你們要幹什麼嘛 你要怎麼去修理中國 到我沒有意見 你不能拿我當忌平嘛 南韓就是 南韓就抗拒啊 對啊 你沒有不能拿我當忌平嘛 對啊你又不敢 對不對 要是我說那好了 我不接那好了 那美國的這個軍工廠內的訂單 我也不接 我寧可賠錢 大家來對賭嘛 你看王美花怎麼講 哎呀訂單還蠻窄 廢話現在訂單當然是蠻窄 因為現在新工廠還沒開嘛 那時候有什麼員工休假 很明顯的 員工啊你明年喔不要那麼忙 你不用加班了 不是也是告訴你這個事情的嗎 對啊是啊 所以大家不要遮掩 不要遮掩 你明明發燒已經到38度半 你就說38度半 到39度半 你就說39度半 對不對 你不要去 我覺得 不過我不怪王美花 他本來就是經濟大外行 是啊 他不過是一個什麼 智慧財產權的律師 他怎麼懂得這麼複雜的 這些經濟因素呢 那民進黨政府更混 從頭到尾沒有幫台積電 講一些公道話 他只會去拿台積電四處限要 有美國的 參議員來 就找台積電啊 像飯局妹一樣去賠 這什麼個話嘛 請問一下 有哪一個國家的政要到美國去 美國政府啊 會把他們通用汽車的大老闆 找來做賠啊 不會嘛 你這樣消費台積電 你要不保護台積電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在這裡 最不可管 經常這晚上啦 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 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訂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折扣碼 謝謝你 劉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